日前冷空气威力探底 接下来气温会慢慢回升 忽冷忽热的极端气候之下 影响到6月份西瓜产季 农委会对农业产物估计损失476万元 而花莲地区的西瓜苗 近日陆续受封面的侵袭受审 将会影响到第一期西瓜的出国率 中央气象局表示 最冷的时间已经过去 但是受到了大陆冷气团影响 晚间气温约有13到15度的气温 而受到气候的影响 花莲目前又正值西瓜苗的种植时间 夜晚强烈的东北季风吹息 也使得西瓜苗受损 将会影响到西瓜的成长时间 以及出国率 然后现在种下去 因为这个东北季风 含有的影响会冻伤 导致一些被风吹断了 往后也会影响它的发展 因为它被冻伤之后 它发育就会变缓慢 对 而且有的烂 叶子会烂掉 受东北季风气流影响 花莲日前一连下了多天的大雨 导致不少农产受损 西瓜农表示 西瓜苗正在成长初期 枝叶的受损将会影响 瓜苗的成长时间 是不是会影响到4到5月间的 受粉期将会持续的关注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 收封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